连续剧《茶经剧主》来到花莲文创园区来取景 县长徐真卫也带着好礼来探班 而剧主的演员非常感谢县长带着好礼来到文创探班 花莲知名的好茶 希望能够带给剧主人员有机会来到花莲 能够好好欣赏美景和在地的知名特产 花莲的风景是许多知名剧主取景的首选 尤其老旧建筑在地风情 更是吸引《茶经》剧主戏剧的拍摄小组前来取景 成为了拍摄剧情中的主场 29号县长徐真卫带着好礼来到《茶经》剧主的拍片现场 让这名演员都深受感受到了花莲的好人情 这个区域整个完整 其实对我们拍剧来讲 其实你看它有展没展 黄昏很多的都会进来走 因为这是花莲市中心的环境 对 就是它其实是一个生产线 擦擦完之后 就是在这边 我们会包装 这边就是包装区 包装就是那时候要出口 所以我们就会刷 上面我们就会做一些 就是那个播号啊 拍摇运动 送上好礼之后 让每位来到花莲参与演出的剧主人员 都能在片场之余享受在地的有机特产 同时也让剧主人员猜猜猜看花莲的好茶生产之地 那以后我们杯车就可以来这里了 对啊可以啊 可以现在每一年都拌 花莲的茶也很有 对啊 拌杯车 这个就可以 这很好啊 很有味道 这比我们现在这个咖啡的杯车有味道 因为它是照当时的照片 然后下去翻作这样的一个场景 在具有历史建筑意义的旧建筑当中 拍摄即将上映的金茶器具 提供剧主一个优质的场地 拍摄也能置入行销花莲大山大海 丰富的人文风景 县长许正伟也借着探班机会 大力推荐各影视剧主来到花莲取景拍摄 推广行销花莲的美好风光 花莲茶在不在 在 香不香 香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谋报道 请订阅